這支歌仔,前天就出了新歌 GOTTER GO由CYKONG作曲 想不到這首歌一出,就有很多網民說他去抄襲人的歌 分別就是YOSOBI的《向夜晚奔去》 以及《入間同學入了魔》這套動漫的OP Google search那裡就直接有網民試過 放了GOTTER GO進去,analyze 之後有30%就跟《向夜晚奔去》相似 剛巧這支歌仔這個系列都出了兩個星期 有不少觀眾和朋友都給我一個意見 如何把這個系列再做好一點 所以,我由今集開始決定無視黃標 去播出一首歌,跟大家一起聽 好沉重的決定 今次就跟大家逐音去看看有什麼相同和不相同 首先講講第一個被人說抄襲的位置 就是GOTTER GO Chorus 頭句的部分 是跟入間同學入了魔某個位置相似的 Cora的歌就是這樣的 抱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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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 GOTTER GO Chorus 部分 就跟入間同學入了魔某的這個位置相似的 這個位置 有趣的地方就是這兩首歌同樣都是D major key 但其實句式從頭兩個bar開始就已經看到不同了 Cora的那裡是用了兩個bar去完成這句句子 而入間同學入了魔某的位置 就足足用了四個bar去交代這句 當然算完之後的rap部分 然後有人也覺得intro也有點像 那因為melody的像 你隨便抓到兩三粒音 你都已經覺得它是像的 就好像之前有一個 無需打開天窗 兩終不止也算體能 還有悲哀代言人的 來捉這魔心 都立刻有人說像 所以如果討論melody的像不像 不如去考慮一下它有沒有抄襲的意圖更好 我自己覺得 用樂器的角度看 其實入間同學那首歌的那些位置 全部都是十滴滴的百分音符 即是你要彈那麼多 這樣去做 其實Cora的intro 其實頭那兩粒音應該就是唱完 之後就無限地用這些effect去重複 做delight 有一個echo 即是就只是 就用這兩粒音去 get up get up get up 因為如果不是的話 你想像一下它們的埋麥錄音的時候 get u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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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如果是抄的話 通常一有個melody 可能就成大部分拿出來抄 就像我抄這兩粒 然後我改用一個effect的方法 先把它表達出來 因為如果這樣的話 抄下來的創意度又有回到 但重點最多人討論的 就是chorus第二句的部分 我們會看一看 Yosowi向夜晚崩去那天是怎樣的呢 Yosubi 向晚上奔去的歌曲是D-Sharp Key 又是E-Flat Key 看不同的就是兩段頭兩粒音 Color頭兩粒音是16分音 Yosubi 頭兩粒音都是8分音符 看看簡譜中間的音 有好幾個標準的位置的確是一樣的 裡面有少部份的音的確有改變 拍子上也不一樣 但整個Groove上行下行的段落基本上是相似的 然後Groove 一開球的音樂也有很快的鍵盤 所以大部份人一聽就很容易會配合Yosubi的歌 到底是不是抄襲呢? 我就想起我以前讀過音樂科的時候 一個教作曲的Missi就跟我們說過 首先作為一個音樂人或作曲人 他需要聽大量的歌 或者他的嗜好就是聽大量的歌 聽很多的時候就一定會有某些Melody入腦 潛衣式裡面 自己都不太記得是哪裡來的了 因為人腦不是電腦 你很難清楚分到這首歌是這首歌的 所以感覺到就直接寫在自己的歌中 而自己是想不起來源是哪裡的 你自己都想不到這個是我想出來的 還是我聽回來的 所以在這個時候多數監製都可以擔任這個角色 因為他在外面少少去看這件事 再提出一個意見到底會不會跟某一首歌相近 然後因為這首歌的監製也是思維抗蠻 雖然還有謝國維的參與 但不知道比率是多少 自己做作曲之餘還要加起來 就的確會少了一層filter去考慮這個問題 那到底這次有沒有抄歌的成份呢 我自己就覺得真的有三個可能性 第一就是有,真的抄的 第二就是我覺得最有可能的 就是我講的那一首 自己聽完擺在腦裡面 又想不起是什麼歌 那我又覺得這首歌適合這個feel 那我就直接填下去 因為我喜歡這個feel 那為什麼我自己會最喜歡這個可能性呢 就是因為如果我自己就是那個作曲的人 就是一個已經很出名 並且經常執業的作曲家 那還要明知自己是在做一首 一出來就會有大半個香港年輕人一起聽的歌 就算我真的想抄 我都不會去選一首已經紅到整個世界都在播的歌去抄 第三個可能就是完全沒有抄 就是他的腦完全想到這樣的melody 都有可能 因為一首歌其實要出得去給大家聽 其實就要經過了很多重的關卡 首先要過到自己公司那邊的project manager 跟著要再過到客戶 就是這次就是補抗力 那邊的project manager 聽過了 覺得沒問題才可以給大家聽 那有一種的作曲家們都覺得 糟了 會不會做完一首歌出來 就被人說我會抄 那代表接下來就要再有更多的關口 去負責去審理這個問題 過得越多關 就代表大家越遲才會有一首新歌聽 最後個人觀點 我自己比較喜歡上一首neverneverland 純粹個人喜好 我喜歡聽歌的音樂 是有點噪噪噪的感覺 我自己覺得這種音樂的類型 我覺得賺貴一點 而且對女團來說 這首neverneverland 也會比較有少女味 你想一下 如果GOTAGO是由MIRROR唱的 其實一樣OK的 都有感覺 一樣好有陽光活力 但如果neverneverland是由MIRROR唱的話 那感覺是... 自己覺得有少... 有趣的 好啦 今集這支歌就到了這裡 今集就沒有冷知識 因為做得比較趕 因為這個系列 現在都不停調整 怎樣才可以做得更加好 那我就發現一個星期出五條片 其實就真的未必可以好好處理到 裡面去講的內容 那我就寧願好像今集那樣 分析多一點 講多一點個人感受 所以接下來就未必 一個星期的二三五都會繼續播個EG歌仔 我回來想再深入一點 講我對這首歌的感覺 還有黃標就一定的了 但起碼可以跟大家一起聽歌 所以大家看完這條片 都再播兩三次 YouTube的演算法 真是玩死人 黃標少很多人看到 但我覺得會好看很多 如果想知道更多派頭的新歌和樂壇新聞 就記得訂閱我這個頻道 逢星期一四會出我個人生活的主要片 現在的時間就改為不規則 去出EP歌仔 都不會做得少的 但我自己就希望可以再多一點時間 包括我的影片 留言告訴我你們的看法 記得訂閱完我之後都要按鈴鐺 鈴鐺是很重要的 真的很重要的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